战神5官宣了 2022年11月9号正式发售 我估计今年的TGA年度游戏 要么是战神5 要么是老头花 老头花我感觉几率更大一些 下面说一下价格 战神5诸神黄昏 目前是PS5和PS4独占 价格分别是568港币和468港币 PS4版如果升级到PS5版 需要100港币 参考之前的DPCN2 是免费升级PS5版 神秘海域4的PS4版 升级到PS5版需要80港币 战神5升级费用 港幅涨了20港币 如果你用的是国行PS5 也没有做港幅备份 是可以直接玩战神5的光盘的 另外还有很多小白玩家不知道 PS5游戏机玩光盘版的游戏 仍然会占用SSD固态存储空间 因为它需要先安装 安装完了之后才能玩 每次玩的时候 都要验证一下光盘在不在 真正玩的时候是从硬盘上读取数据的 如果想在第一时间玩到战神5 可以购买港幅的数字版 可以提前预购 和人民币500块钱 如果你想买光盘 方便以后出二手 一般光盘会比数字版晚到几天 价格也是500左右 等待的这几天其实挺难受的 又怕剧透 又不敢看 又心里难受 如果你想便宜购买 可以等上一个多月 买二手光盘 估计400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还想便宜 可以等半年 估计300左右就行了 如果你还不着急 还想便宜 可以等一年 或者更久 200左右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还想便宜 甚至想白嫖 那就只能等它上PC了 放心 一定会上PC 战神4独占了四年 战神5怎么也得独占两年吧 那就2024年见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各位小白玩家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